各位观众您好 现在要给您介绍的是广东很有名的一个鸭 叫做芋泥鸭 这是非常好吃的一个鸭子 但是呢比较麻烦一点 那么先把这个过程给您讲一下 鸭你买半只就够了 半只鸭买回来之后呢 用酱油把它涂上颜色 然后呢在热的油里头炸过 炸了以后呢炸成黄颜色 焦黄的颜色之后呢 给它放到盘子上 然后呢给它撒上一点花椒啊 拔角啊放一点葱姜 那么就去蒸 蒸差不多一个小时把它蒸烂了 蒸烂了之后呢 就把这个骨头呢给它拆掉 那么这里呢已经有一只这个鸭子 就是已经拆了骨头的 还有一点大骨头没有拆掉 把这个骨头每一个都给它拔掉 拔掉了呢 等一下把这个鸭呢要给它摊平了 摊平了以后呢再放这个芋头 这个芋头呢是一大块 一大个的芋头切了片 蒸熟了的以后呢给它压碎了 压得越碎越好 然后呢这里是盛面 这个盛面呢就是面粉的一种这个淀粉 把它用开水烫过了 烫过了以后呢放到这个里头来 那么跟这个芋头一起呢来揉 这个里面呢还要加一点这个猪油 然后呢还要加一点这个切碎的 火腿啊和香肠啊 这里呢是虾米 把这几样东西呢都放在一块儿 当然还要放一点调味料 这个调味料呢包括了有这个胡椒粉 还有一点这个盐巴 那么这个详细的份量呢 请你参考这个明菜精选里头的广东篇 37页那里面有告诉你是放多少什么什么 那么然后呢这样子好好的把它拌匀了 把它拌匀 拌得越匀越好 那么这个里面呢也可以放腊肉或者是腊肠 不一定要用火腿 那么也可以放一点这个切碎的葱花在里面 然后这样子把它揉好了 这个就是芋泥啊 这个芋泥 把这个芋泥呢给它贴在这个鸭子上 那么贴的时候呢要记得这个鸭肉呢要把它片薄一点 片薄一点 同时呢要给它这个沙汗这个太白粉 好这里呢就是去了骨头的鸭肉 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把它这个厚的地方 厚的地方呢给它片开来 这个明菜精选这本书 就是我们这个每天在这里上课的教材 你可以划播00152480来购买 好了这样子摊好了之后 摊开来之后呢 把这个厚的地方尽量的往这个薄的地方呢 片让它能够大一点 这里是太白粉 这样子太白粉给它杀上去 然后呢就把这个芋头泥呢 就给它贴在上面 贴的时候呢要记得要很均匀的一个厚度 好了就这样子给它全部贴得很均匀 然后就开始下锅去炸 炸的时候呢这个表面上还是要给它杀上一点干的太白粉 如果你的锅子没有那么大 而且油没有那么多的话 你可以把它切开来 切开来 只一半一半的炸 炸一块啊 也就是说炸这样的一半也够了 通常呢在餐馆里头也只用这样子半只鸭子的一半 当一份酒席里面的一份 好油要烧得很滚很热 这是太白粉 好了 现在油热了呢我们就下锅去炸 要把它炸的它浮起来啊 就是能够炸的黄黄的酥酥的 能够浮到这个油的面上来了 那样子才算是熟了 那么另外呢吃这个的时候呢需要一个汁 这个汁呢已经做好了 是用蚝油加上高汤 弄一点油炒一炒 放一点葱花 这样子用两个小碗装着 等一下呢来蘸这个吃的 好就炸的这样子酥酥的 变成这个金黄颜色 就可以捞起来了 现在呢时间不是很够啊 应该是炸的时间再久一点比较好 把这个油呢要给它立得很干很干 立得很干 因为这个炸好了以后呢就很酥 切的时候呢要小心啊 然后就是把这个边上可以拿掉一点 然后一块一块的 这个一块一块的这个宽度 不到一寸不到一寸 差不多八分 也就是两公分多一点 两公分半的宽度就可以了 这样子切好以后呢就把它很小心的 鸭肉朝下芋头朝上 这样子给它铺在这个 不是铺在就是装在这个盘子里 这个盘子的底下给它铺一点生菜丝 给它作为一个点缀啊 一个颜色的点缀 好 这个就是广东的一个淋鸭 淋泥鸭的做法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我们明天再会